好 前面一集视频 我们跟Gladys 我俩从专业的电影机的角度 去讨论的市场 以及我们预测 对 那这一集视频邀请我们两位家属 Gladys的先生大伟 你好 你们好 然后我家阿伯 你的太太 对 我们一起四个人入境讨论一个 我相信大部分观众也很感兴趣的话题 就是在德州跟加州居住的优劣市 对 那我来介绍一下背景 就是大伟跟Gladys 是在加州长大 读完大学 我在加州读过高中 然后读了UC Davis 读了本科 然后来到德州 然后才搬到德州 大概生活了 在加州生活了八年 才搬去德州 所以他们是非常有发言权的 今天作为我们的主讲嘉宾 帮我们分享一下 你们在加州生活的时候 你们觉得加州的优劣市 现在在德州之后 有哪些优劣市 那我们作为第一代新移民 也会附送一些我们的意见 好不好 当然第一个就是加州房价很贵 当时我们会决定毕业了以后 08年搬来 主要是买不起加州的房子 非常真实的说 然后我的大学同学 他们从加州搬来德州 我们当时觉得 哇哦 德州是不是都骑着牛肉 我觉得很conservative 很保守 就是房子便宜 生活很lay back 很便宜 所以第一个 房价 第一个就是房价 加州的房价不可承受 然后德州会更宜居 因为房价很便宜 对于年轻人 对于刚刚开始小家庭 更友好一些 性价比更高 那我要再反向提问一下 你们在加州居住的时候 觉得加州哪地方好 然后德州不好 加州好 就是环境很多 像旧金山就很多海边 洛杉矶很多海边 然后空气很好 我每天早上起来 在洛杉矶都觉得 在天堂 温度不冷不热 超舒服 没有蚊虫气候 然后人文也好 美女帅哥多 然后在街上 人都很讲究 是吧 加州人注重穿着 就很讲究 我们在德州待着酒吧 经常脸都不洗 我是为了上镜 才洗了脸 那跟我们上次去纽约感觉 我们是这样的感觉 我们觉得加州真的很气游 在家 在外面也穿拖鞋 对 加拖 纽约人好像就更 但纽约可能更卷一些 就那种比较西装革履 加州是凯利斯的 就比较hiphop和relax 然后都是穿个chop shirt 有6块腹肌 然后我们德州就一块 你知道 我们那边就是一个茂山 就搞定了 去哪里都搞定了 所以对 你们一开始的感觉是 房价跟环境气候 那老婆你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我其实没有去过德州 但是我就是在我的印象中 德州是特别冷 德州很热 那冬天呢 德州是基本上 休日来讲 你可以从4月份 热到差不多9月底10月份 但是冬天很舒服 就可能穿个长袖 薄薄的一个大衣就行了 那你平常夏天的话 你们会一直待房 你得待着吗 开着空调 那你出去怎么办 德州跟加州不一样 加州就很多public transportation 像最近现在 你坐车munibar 很多德州 我们这都开车 你看我们德州很奇葩的 去干洗那个衣服 都是drive through 所以我们去哪都开车 首先他就是暴露了自己 理科生 没有任何我们科长使的 那个缺陷 德州是在南边 像我们中国那边 那我之前一直说 哪个地方特别冷 那北边像芝加哥啊 纽约这地方特别冷 之前说他们在包水管 是哪个地方 德州那是因为极端寒流天气 我们也是包了水管的 那不还是德州吗 OK这个就讲到 之前我在看荷莱丽丝的微博的时候 她有提醒她帮她买了 帮她的客人买了房子之后 做管理的时候说 要来寒流了 大家包上水管 对对对 然后我就把这个馅都捞过了 我印象当中就挖了好冷啊 我说咱们这边好像 虽然没有需要包水管 我来做个专业的解释 为什么呢 因为德州在历史上 它天气不会这么温度低 不会零下 所以它很多管是pvc的 是塑料管 所以塑料管在外面暴露的时候 它不能经过霜度 一到零它就炸了 喷粒就炸了 但是这么多年 这极端气候下来 就有的时候 尤其过去两年 去年我们不就是寒流的房子都 你们看到照片都冻了 从二楼落到一楼 就说这种以前的building code 是不support这个温度的 但是加州你们为什么没有这个问题 可能它的建筑标准 就是还能够做的 就会有这么多问题 因为就没有办法力 一些东西了 OK好 现在明白了 回到我们的主线 继续大伟来 你来讲一下 你觉得加州跟德州 我觉得加州还是一个 就像 我觉得是个ultimate goal 就是说我们move到德州去 可能最后 如果我们真的是有实力的话 我想最后退休的时候 还是回来加州 因为这边还是很舒适 生活还很舒适 但是你想回来的话 你要有 你要有 要有钱 对所以去那边等于 就是我们去打工去赚钱 然后最后可能 如果攒够了 那我们还是要回来加州生活 但是加州的话 如果我们一直在招生活 可能我们一直还是过得很辛苦 说实话 是不是加州美女多 所以我们 大学毕业的时候 等于是像年轻人去打拼一样 对对 然后准备积累一些积蓄之后 你们的终极目标 其实还是想搬回 我是这么想的 曾经想过 因为就是加州确实很有意思 然后当时我们来 我也很诚恳的说了 就确实买不起房子很贵 所以作为那时候 我们算是新移民 对吧 20年前 是挺难 那时候中国房价还没涨 08年以后才涨的 所以呢 作为北京土著 没有想象到 当时那个房价的那个涨幅 那德州可以给我们offer更多东西 比如大房子 没有那么卷的 就业也没有那么卷 加州人才是很多的 就比如我个人觉得 我做地产不错 就是 但当时究竟现在 就可能我们没有人家有人脉 人家是两代华侨 三代 这边德州对于新的移民 和你没有什么背景根基 可能发展更有一些优势和机会 就是竞争性没有那么强 对 竞争性没有那么强 加州你掉一块砖下来 10个房产经纪都砸到了 因为他们那边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躺着呢 然后他就自己就跑起来 就起来 有可能卷一点 对 你一卷就一情况吧 就像你就上东了 对 这样你的虾米也待过 虾米人就很chill 打电话就被人接 I don't feel like working today 玻璃明天再修吧 然后你就是那种卷起来 做起来那个人 就比较容易成功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感觉像加州 就是教育这方面 大家都是卷的 然后是不是德州都是躺着的 不不不 德州人很卷 为什么呢 德州就像比如说 修士学来讲很多讲国语的 都是当年出国的高材生 不是北大清华的 就是都是PhD博士很多 所以他们这种双博士的家庭 比如说大家知道 Catty七湖这个小区 真的 中国人就是很卷各种补习班 然后孩子之间竞争 而且都是学霸 生学霸你知道很吓人的 难过我们就stay吧 不一样的卷 是不一样的卷 但我刚才的方言让我想起来 我在上海体育员毕业的时候 我也是被当时上海的房价下劳 我回到安徽去工作 然后但是我都没想过再搬回上海 然后我觉得有机会的话 就直接就到美国来了这样 对因为德州那边确实很无聊 就是如果你要是真的某一年我们退休了 那在那边干什么 居家养标 那可能全世界travel什么的 对 反正加州做生意什么都比 就是规章市都比德州难 比如你说开餐馆是吧 尔湾开餐厅很难 然后你们这边比如买出租房 比较保护这个租客 对 保护穷人多一些 德州就可能更硬核一些 目前来讲还是比较保护业主 然后呢做生意 他就是对 labor law 对于这个人工法 要求没有那么严格 就比如说在加州 8小时一天对吧 你得你的员工得clock in clock out 才有休息时间 在德州如果一周是40个小时工作时间 你愿意两天上来 40个小时也没人来 你才不属于加班 但在加州的讲 你要是说一天超过8小时 那绝对就算加班 这方面不同 这个劳工法的环境不一 对于做小生意来讲 可能就是更自由更宽松一些 ok 那因为这两位主展嘉宾更有发言权 所以我就多提提问 我多充当一下这个提问者 我想问一下你们那边 除了刚才提到的更保护房东和业主 我们这边更保护租客 你觉得在房地产上面的加州得到的差异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吗 差异就比如说大家很关注的地产税 加州是按购买价格算 比如你如果你运行好你买的很低 那你未来拥有条房产的地税 所以成本都算purchase算 我们现在每年的评估价格算 所以这个value它是浮动的 比如你房的今年值20万 乘以这个百分比 明年可能30万 就是这里不太一样 这个ok 那我来做一下详细的解释 就是在加州我们购房的时候 每次变更产权的时候 它的地税是按照你变更产权的价格 作为税基价来争取的 对 但是在德州听Galit的解释 就是说他们每年会重新评估 那这个相对持有成本就会比较吃亏 因为房价在上涨 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们的每年的点税又比较高 可能2或3 对对我们这边是1或者1.5 所以我们那边有一个叫就是homesat 就是你可以作为自己的那个住宅 然后他会给你减20%左右的那个税 就是鼓励你当那个自住房 不要做投资就是这样的一个股币 是还有就是德州是没有rank control的 就比如说像以前我在三番市吧 学生在三番市内 它是有rank control 不是一年不能涨过房租3% 所以很多老花想要他们可能会租一个房子 十几年比他买房子还滑 所以他就有这个法律保护他 de-rank 在德州是没有这个百分比的这个要求 罗兰西我不懂 任意的涨 罗兰西是这样 罗兰西是固定的房子的类型 固定的区域 大部分像新的耳湾的房子都没有rank control 对 对 那关于养娃 我们来讨论讨论养娃 德州跟加州 我觉得首先就是气候方面 加州肯定是一个 对对 德州可能户外的这种条件差的 但是房子很差 很差是到什么程度 就你们户外有那种 就是夏天不太能够出去活动的是吧 没有办法在外面 比如说打球啊 踢球啊 其实也还是可以 不至于说那个一出门就晒化了 那么热到至于 但是就可能不像这种你们hiking就很多呀 爬山啊 海边很多 那德州可能就是小区里有很多 就比如说打球 然后夏天泡在泳池里 就看我们去铺里 我听说是这样的 就是他们有点比较闷热 对 随便一动就满头满身打 像香港广州 它是又闷又热 大家四可能干一些 休士顿就是更潮湿一些 对我们这边的话 夏天虽然热但也是很干爽 对对对 但好处是皮肤好呀 不会长细纹 对对对 就是潮湿的地方就皮肤很好 对对不会干 这边就很干 而且有的人鼻眼的话 他适合潮湿 因为他那个花粉不容易travel 但我刚才想讲的是他们房子大呀 啊 一百万一年就可以买个很大的房子 这家泳池 那些球场都有 他们家现在就这样了 像我19年买房 那时候19年底还算比较slow的一个市场 我买我家差不多80万 就在郊区来讲就算是 当年算是挺天花板挺贵的 然后经过疫情 现在差不多涨到一百二一百二十五一百三吧 是有湖景就是有泳池 你知道德州的那种所谓郊区豪宅的顶配 中国人喜欢有湖嘛 所以在那一百三你就可以买真的是很大 当然税很贵 税是大约是三点多一年 我一年地产税就差不多将近三万美金 你们80多万买的房子的时候有几房几位多少吃 五房5.5位5800尺两层 还在湖景的 5800尺 到时候可以让小助理配点图 你们两个人住 两个人两条狗吗 两个人三条狗 三条狗 对 我是看着它的银食 隔州都是这种大方 大家就house party 我刚才讲什么 就是自己家泳池 球场 影音室 健身房 高厅 图书馆 所以不需要出门可能 疫情捞掉什么就在家里 反正楼上楼下转的很 在加州的话就是一个天然空调 对对对 人家车库可能最少都是三个车库高顶 几个车库 三个车库 对对 然后很多房子好像就是用大的都没边界的那种 那倒没那么大 但是中国人都喜欢高调厅 差太多 太大了割草也费劲 80万再玩玩可能就买个两房的condo 那我们来聊一下关于比如说新移民 你们那边新移民多吗 感觉就是这几年多了 以前就我们08年来的时候 就像我刚才说 都都是那种读书过来 都是高知 比如读书办H1B签证留下人 然后最近就觉得 广东人也比较多 然后移民也多 像国内很多投资移民 他们可能选择休士顿 就是说比罗安基便宜 如果经济是特别好 肯定选加州 通航坐飞机方便 吃喝方面 华语服务方面 但休士顿就是成本可以出一二 出一三便宜 现在蛮多的 各行各业人都蛮多 OK 那我们加州现在 尔湾还好 但是其他很多地方 其实我有看到治安 其实不太好 比如说在北加州 大家都很夸张的 停下来车把车窗户降下来 说不要扎我的窗户 车里面没有东西 德州会这样吗 不会 因为我们德州热还有虫子 可能窗户摇下了以后 就有什么小动物进去了 这倒没有这么夸张 因为每个地方都有区 但是 杂车这个偶尔也会有 而且今年让人比较绝望的 客观的说 就是你觉得有一些很好的区 不应该发生这种事情 就跟洛杉矶一样 它发生了 就是不算像以前人们按区所换 就是你觉得 这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郊区的区 怎么就能发生呢 那我们洛杉矶很著名的这些 homeless在大街上到处打帐篷 德州会有吗 那倒不会有 因为我们德州的法律 其实不太给这些福利不是那么多 旧金山就更多了 因为它给的一些 这边气候也不适合 可能这边的公所在德州 住市场户外不适合生活 大家如果有来过洛杉矶的话 靠近Downtown的地方 现在就显得像难民一样 原因就是因为市中心 市政府City的门口 旁边有一个发福利的地方 你每天可以去领那个食物啊 领那个沃尔玛的购物券啊 然后有些时候晚上 还会给你提供一个住的地方 所以大家就在那周围安营扎载了 你知道吗 觉得很吓人 对 这怎么会 街道好像都是尿烧味 不是之前还有说会 加州政府会发免费毒品什么 这个可能得逼一下 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就更多人 他没有通过 没有他是这样 他是给你设置一个地方 让你安全的住室 对 对 那也挺吓人的 加州总是我自己讲不好的地方 我自己讲加州不好的地方 就是我觉得相对会稍微左一点 就是会出现一些 华人的价值观里面 比较荒谬的事情 对对对 这个看起来德州好像不太会有 对说起荒谬 我想讲个小故事 就我们家亲戚在这个罗云基工作 哈 他们单位请了一个人 是个白人的女生 然后呢 什么都挺好 就是来上班第二天 穿了一个猫的costume 就是猫 然后人家问他 你怎么穿这个来上班 他说 I identify myself as a cat 他觉得他自己是只猫 那这个HR疯了 就去问他们的律师团队 是这样 能不能给他吵的呀 律师说 那还是不行的 因为你这样子 如果因为这个问题 他觉得他是猫 你吵他 违反他人权 他可以告公司 所以这只猫小姐就一直这样 在办公室瞄来瞄去了很久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加州 非常奇葩的一个地方 这里我可能要稍微解释一下 大家可能有点听不懂 就是在加州来说 政府的这种偏左的政策 它是鼓励人们对自己进行 包括性别认同和 深刻剖析 对 就是大概是 你自己认为 你自己是男生还是女生 还是说你是什么样东西 有点引导 对 这个是我们华人的家族观里面 不太喜欢 尤其对小朋友来讲 对成年人就算 就是他都不知道他事实 人生还没有这个 家族观没有形成 那你说他是个废视 他可能就是个废视呗 对 这个 你觉得你是吗 我觉得我可能是一条 特别可爱的不知道 哈哈 但德州完全没有 没有 没有 OK 再补充一点 就是因为美国是联邦的国家 就是其实每个州是很不一样的 德州的法律跟加州的法律 包括这些执行的政策 那加州 像公立学校来说 就基本上拿政府补助的 就要贯彻政府的这种政策 对 拿个钱给人办事 对 所以这方面来说 可能华人家庭会稍微有点concer 因为我们中国人相对比较保守 我是不太喜欢 什么identify自己 咱们得换个话题了 不能再说下去了 说下去可能要被封杀了 对 下一个话题就是 不同income 就是经济 比如说税法 像加州 你们付很多state income tax 就是州立所的税法 天哪 讲到这个话题 我真的是要满腹抱怨 我记得你曾经拍过一个视频 你拿一个支票给大家看 你看你以为我这佣金是吗 很大是不是 但其实付完这些税以后 你说就很少 就没了 对 那你能拿到一半吗 少于一半 那就挣一百块先 拿回家45倍 47吧 47吧 这周税又增加了 那是不是因为这个 我们斐哥收入特别高 所以你的那个tax bracket特高呢 我们是最高的那一辆 没有 首先 说实话了 首先虽然我们是最高档 但是原因是因为 他起增最高档的这个 就很低 就他很容易就把这一类人 多低呢 所以就韭菜的 409 30万 然后我们五口家 30万就错了 那不是不是30万 2030万吧 不是2030万 嗯 对 好像是有 好像是60多万 别别别 别暴露收入了 哈哈哈 本来 没多少钱 我准备给你搜一下 看一下是多少钱 本来已经没多少钱 对加州这个 韭菜这个这个池比较大 池比较大 对 对德州是差不多没有州立所得税 可能100块钱 就当然也是按你的收入 有很多隐形的东西 对比如说地税 对地税高了 地税你想房子是固定 如果你收入特别高的人群是吧 那你就如果你个人所得税低不就划算了 那如果你是普通人是吧 你个人所得税就固定fix income 那么就地税就贵了 所以德州是这点 对就是为什么好多公司 他们要把headquarter签来这个德州 就是为了省这个税 OK大家听到了对号入住啊 如果是像我们这种 actively的干活的 有这个income的去德州 至少会省多少17还多少 现在加州又悄悄的提升 小20大概小20吧 对加州又悄悄的提升了这个州 个人所得税的上限 小20 但是我那天见了一个加拿大的客人 然后他就说他觉得 美国这边的环境比加拿大更好一些 然后就像是交税哈 我们大概是20多万到那是30多万吧 是收20%多的税联邦税 但是他们那边到20万的时候 都已经是一半 他的主意是一定大的 对他那边交的更多 所以就这个政策就有时候吧 就是美国很自由 就是让大家容易变懒 就是你反正努力我卷什么 我干嘛交这么多税 就比如我说我开玩笑 我要写个表等到卖几套法 我就停了几年 为什么我多干多交情 还不歇会 对但是我跟我老公说 我说我们都已经是最高档了 你还是多挣吧 这样我们起码还能多剩一点 最高档是39%对吧 联邦39差不多 联邦加周是超过50 超过50个真的很高 那么一样 德州好像大概是39 因为你没有周历了 还多剩5000 那关于除了房子之外的日常生活成本呢 日常生活成本比如汽油便宜 像现在按今天说吧 修士顿的油费是3块多 然后你们这差不多6块 对然后房屋保险也低 然后像我很喜欢做饭买菜 因为我很关注菜价 我觉得就是超市东西比较便宜 每天吃了 这个这个 我们就跟他差不多一下 领导的厨衣广告 对 我以为你说我很胖的 我简直要问我三张 我们这边的超市你逛了吗 逛了我很爱逛超市 比如说苹果价格 像我们那什么安利苹果 1块多钱1磅 199最贵 你们这要3块多钱 所以你如果你四口之家 孩子多的话 你要是日常做这个 就是这个成本 事物成本是挺贵的 那下馆子呢 但下馆子其实没有贵很多 可能是因为你们这餐厅很卷 竞争很多 它价格反而餐厅的价格区别不大 但我觉得大概从去年以来 下馆子的费用明显增加了 嗯 现在我经常在德州 有那种点个外卖 天哪我只喝了个奶茶 骨菜35块 要惊呆了我一张 对我们现在出去 随便请吃这份 三四百四五百 嗯 我们现在我就明显的感觉到 比如说我以前去Costco吧 我们买很多 差不多就是 三百 对三四百那样的 现在六百 现在六百块钱 我觉得我没买什么呀 我都没连零食我都没买 所以大家能想过 其实房价不是涨的 有可能很大部分人 也是货币通胀 真的是货币通胀 那这个情况在德州也一样吗 也一样的 所以说除非是你把钱放到房子投资 你可以想象你的那点可怜的存款 在账号里天天扁 在扁 对你放到房子 等于大家帮你一起扁单 一起帮你买单 我一直有一个观念是 如果我的客人 连这个道理都不懂的话 我也没有什么好跟他在说的 所以我们要教育他呀 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原理 就是钱在扁值房子在这里 同意这个 如果这个还需要我去花很多精力去劝 就是说服他 那我觉得这个就没必要了 对现在生活成本真的很贵 像我们两个人 没孩子 一人吃饱全家不贵 我就想那种孩子多的家庭 像你们 当然你们经济实力很好了 光买饭就很贵 就不要说 你们大概比如说除了房子上面的开支 不算房子这些什么贷款这些东西 替税 就日常生活成本一个月大概多少钱 我觉得三千块钱 我算过 两个人三条狗 三千块钱 狗很便宜吃饭 就买点气息 就是包括手机费 家里的上网费 咱就说跟房子不相关 不相关的 就生活成本 当然不能算买名牌买东西 就是日常生活 大概两千多三千 就是各种的什么家里 比如说打扫卫生啊 检查这些可能还不能算 差不多两千多吧 因为我有一个观众 还不是我的客户 有观众 他一直征求我的意见 说哎呀我想来美国 我现在是选 去哪儿去哪儿 他很关心生活成本 因为他们基本上过来说 我们可能也没办法再 事业再起步了 可能就是国内带过来一些积蓄 我也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就是他觉得他也不让他来这儿 以后多久能找工作 就只能花好本 那当然他要非常仔细的算 他每个的固定支出 那在这种情况 可能修设这种地方 就更适合这种 经济势力没有那么强的人 就为什么我说投资一名有钱的 肯定喜欢去一边 多安基嘛 我们这边估计要double吧 两个人至少要四五千块钱好 嗯对 我说的那个两千多 不是说过得多么的滋润 就是基本上太大 生存吧 生存 那我们的两千万也够了呀 两千万也不够 看你怎么够 你两个买菜 算也得一千块了 应该不够 你光汽油你要出去跑 嗯 那你像Dillon Dillon跟我说 电车 没有Dillon就说 他那个小C300一个月 还七百五块钱油费呢 这么贵啊 对啊 他跑得多吗 还好吧 我觉得你要生活的话 那普通也得四百 对四百到五百 光汽油费 然后我们这边的什么 我觉得电话费 网络费都比他们得到贵一点 Rizon 看我们家就一百五 对 反正你吃饭买菜 你再再节省两个 你怎么也得六百块钱买菜吧 OK 差别无言 有没有什么要我来 再补充的 我要开始总结了 没啥了 不过欢迎观众们提问以后 可以 对大家可以留言提问 我觉得 我觉得 气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对 气候和生活病例 这个 这两个 就是我们去了好多地方 包括我身边的人 去过别的地方之后 回来之后就觉得 加州还是最好的 就是不想再走了 我之前为什么做这个 因为我父母是做外交的 他跑到很多国家 然后我也有幸跟他去很多国家玩过 但到最后我就觉得 加州是集合了所有的那种好地方的优点 那一个地方 所以房价贵的地方 对 除了贵 所以我已经跟他达成共识 就是我们退休的时候 应该还是在这边 就是准备在Newport里边买一个海边的 加油加油 好 我来这个结束总结一下好不好 加州的优点 第一气候 对生活环境 然后生活便利性 对然后人文的环境 包括房子的多样化 自然环境 比如说我们有山有水有海 德州可能就稍微平一点 那加州的缺点 生活成本高 物价高 房价高 然后拥堵以及某些地方的这个治安问题 城中心啊 环境问题 还有就是个人收入税 这是加州的缺点 那德州的优点呢 第一就是房价很便宜 对你一下就可能生活质量上有一个飞跃 对 从加州的两房的小condo到五千八百市的大 或者从买不起到买得起 对买不起到买得起 然后生活成本降低了很多 大概我觉得至少降低了40%吧 因为我对于很多想过来 赤奥本的朋友们来说 这个是一个重大的考虑因素 对 然后没有个人收入所得税 没有州层面的个人收入所得税 对 然后还有德州的优点还是什么 公立的教育体系 比较 比较符合咱们华人的传统的价值观 对 那德州的缺点呢 就是相对气候来说 比较没有办法改变 对 就是硬核 闷热一点 然后 室外活动 在华人的来讲 就是生活可能没有这么便利 没有很有趣的 就不像很多的资源 对 然后相对来说公共交通差一点 靠自己 拆车自己修东西干嘛的 还有就对于新民来讲 华语服务没有那么多 如果你万一英语一句不会 在加州你就可能还是可以生活 在很多地方也可以生活得很好 对 在德州就很难 对 然后对于投资客来说 加州会比较 没那么友好 保护租客比较多 德州的话呢 会保护房东比较多 但是在另外一个层面呢 我们德州的房地产税 每年会重新计价 加州来说呢 就是按照你成交的时候 没有办法随意的计价 对 它是最多不能超过2% 对 所以这是我们总结下来的 作为亲自在加州和德州都生活过的 我们的演讲嘉宾 带给我们的最真实的 pros and cons 对非常真实 好我们今天的聊天很开心 然后我们下次期待再为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的内容 谢谢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去德州 对下一次我们可以坐在德州 他们的大house里面再来一次 补充版的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 北美格拉利斯的账号 我的尔娃菲洛的账号 我们就下一期视频见了朋友们 拜拜 拜拜 拜拜